逐中发布实验座开始 全国定属专门一行 行政医也为了让实验座更方便 推出到简讯实验座的QR控 但是对一些不想输用手机的人 甚至是不够自己的老大人来说 这款实验座就非常不方便 所以就有不少的少年人 整体来带十多人去银子 让实验座会轻松来完成 外面当中看的是 白星期定属头一天 一行实验座的总控 有人拿手机的扫充外扣 也有人用下来订阅实验座 但是对不够自己的老大人来说 有一个银子在手的 实验座也能签三个关 提出银子在家里面筋筋刺一下 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实验座 银子店的老家表示 平后在地有很多老大人不够自己 和最部分的乡亲不敢接受同一匹 所有的都会和少年来带实验人去银子 如初以来不能安全方便 也能够减少实验座白兔的时间 和困难的风险 很多年纪大一点的 他们也不认识字 然后出去又怕笔 那支笔有的人不敢拿嘛 所以刻章是方便使用 直接签章就可以 都是子女帮爸爸妈妈科 要不然就是帮年纪大一点的邻居 亲戚科 方便使用 因为本身就有硬末的水 他也不需要细带印尼 直接签章就可以 专台湾因为让一个苏丘来实验 虽然说行政仪推出到 辩民的简讯虽然贼方式 但是这对无分的老大人来说 同样是有些困难 乡亲发明的 他哪儿虽然贼得 让虽然贼得 可以更简单 朋友电视台记者 蔡红翔 吴梦伦报导